好由花莲县新向社区交流协会 营运的新向会本馆 随着疫情一度的修管 如今疫情降级 重新开馆也调整了营运的时间 为了降低染疫的风险 于是以得来速免下车的方式 线上提供书单给民众选择 再由馆员整理成书带交给家长 期盼持续养成小朋友的阅读习惯 花莲县新向社区交流协会营运的新向会本馆 因应三级警戒而修管 如今重新开馆 但也调整营运时间 说故事活动也配合疫情暂停 不过增加了借还书得来速免下车的服务 要让会员减少染疫风险 不需入馆也能轻松借还书 在七月底的时候 随着微解封 新向会本馆重新对外开放 不过这个开放我们做了一些的调整 就是有关过去我们室内的那个活动 就一律取消 为了避免群聚的风险 那就关于借书的部分 我们呢开办了得来速的这个借阅书 也就是呢会员朋友可以在 要借书的之前一天 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粉专上面留言 您要借什么书 或者是要由我们协会的工作同仁 为您的孩子配书 然后呢在您指定的时间 我们将书送到楼下 呃会员不用下车 直接就可以把车 可以把书给拿回去 然后把旧的书再还给我们做消毒 那像过去我们的想开洋步步车 我们的读书会 我们的城光阅读 我们的故事妈妈进校园 作家进校园 还有营队 戏剧营 科学营 一一的转开 呃希望疫情不要再来搅局 让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课程跟活动 能够如期的完成 会员可在脸书粉丝专页 社团法人花联线 新向社区交流协会 留言想计阅的书籍 取出日期时间 或有协会为家长搭配书籍 最多十本 目前会本馆 营运时间为每周一三五 上午十至十二点 下午二至四点 借还书前后 都会以酒精擦拭消毒 并放入紫外现光杀菌箱 再次消毒书籍 其盘让大小朋友防疫同时 也能安心地持续养成阅读好习惯 支持长邦彦华林区报导